英國傳媒報導 牛津大學科學家正準備快速研製新版疫苗 以對抗在英國、南非及巴西等國發現 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新冠病毒 據英國廣播公司說 科學家研究在南非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後表示 這個變種可能對目前市面上推出的多種新冠疫苗 具有更強的抵抗力 輝瑞牛津等疫苗可能對變異病毒無效 而首相約翰遜就表示 藥品監管部門會做好準備 也有能力審批新版本疫苗 世衛就表示 目前至少有60個國家發現變異新冠病毒 這個變異新毒株最早出現在英國 隨後南非、巴西等國也陸續宣布出現變異新冠病毒 現根本心臨 Govifi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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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gen Govified